大公報 台下條經濟增長至3.24% 2015年7月9日台灣新聞A20 大公報信 據中通社報導 台灣中央研究院8日發布 2015年台灣經濟情勢總展望的修正 下條去年12月預估的經濟增長率 從3.38%微幅下修至3.24%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指出 此數據未考慮6月財政部公佈的出口值 若加入此要數 經濟增長率恐會再下修 但全年仍可補三 中研院認為 下半年台灣經濟面臨三大風險 包括美國的復甦是否穩健以及升息的後續影響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所產生全球供應鏈的改變 以及希臘的島債可能拖累歐洲的經濟成長 都可能影響台灣下半年的經濟成長 並按下4.24% 再次第1期報告 分享 orth違反 restrictions 座多